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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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漲 昨天是跌 那你會 因為現在 我相信經過這段時間之後 如果你像盤中 像這種盤中這樣跌下來 就這樣跌下來 假設這盤中跌下來 如果你還會害怕 表示你 你不相信國安基金 應該你是不相信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國安基金不一定要買股票 他用法的就可以 但是因為他後面有跟著大部隊 可能是受險基金 銀行 或是 國家的銀行等等 你怎樣意思 那裡面可能 因為裡面就沒有包含你 因為你不是大部隊 你也買一張而已 你跟你沒有用 但是我只要你相信就好 你不要一直 但是誤以為說國安基金沒有買股票 國安基金有沒有買股票 你猜不到的 他也不會跟你講 很多老師說 國安基金到現在還沒有買 他怎麼知道還沒有買 你國安基金買了多少 他怎麼知道買了多少 你也沒公佈 國安基金也沒公佈 超盤人他沒有公佈答案 他等到要賣的時候才會公佈 過程當中是秘密 不能公開 這規定的 你怎麼知道他有買不買 他不可以跟你講 你要猜 怎麼猜都隨便人家 我說他有進場 你說他沒進場 隨便 會蓋就好 我插插他 對不對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國安基金它是正面部隊 就算沒有買也沒關係 你說國安基金上一次才買7億而已 7.5億 上一次買7.5億 可以期望多點也算厲害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管他買幾億 我就跟你講過 上一次國安基金 國安基金不是來跟你搶錢的 他不是來做股票 他是來幫忙的 那你這指數就 他就說要進場 就一直漲上去 他幹嘛買呢 他買7億就算了 算了 他不是沒錢買 他是不願買 因為政府不必要跟你搶錢 沒有必要與民爭利 你聽到沒有 不然這桌 這桌起萬幾點 國安基金不搶到有錢 他如果放5千億 他不就搶5千億 不願 我們國家很有錢 國口很有錢 你也都在交稅 對不對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國安基金 國安基金有沒有要買 不重要 但是你要相信國安基金 負盤 這樣就好了 不然我問你 15000000 15 150000.07 我在這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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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電腦 我在這裡說 電腦算 也沒那麼厲害 他要做什麼 而且他不是15000.7 不是 15000.7 15000.7好像算沒什麼準 還要點7 它是 點07 點07就好像說 你知道意思嗎 這就是 有一點算沒什麼準 不然的話就是剛好15000.0000 所以他 可以算到 15000.07 這不是 點7 點7就是15000.1 了 15000.07 這已經很厲害了 他怎麼在那裡算 剛好 有一些事情 你如果不批 就不要批 你做你的股票就好了 你知道嗎 有一些事情 你如果不知道 就不要問了 你做你的股票就好了 你的股票會蓋就好了 了解嗎 如果要表演漲停板簡單 你就每天買漲停板就好了 譬如說 我們在盤中裡面 可能看到很多股票 快要漲停了 我們也都知道 可是我的習慣 我們做股票做得少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今天這檔股票 低於股票 他早上 這個是網通股 網通股 很多股票都很強 譬如說他今天 盤中到這裡放量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 會看盤 就隨便看也知道 你就知道說這檔股票 盤中非常的強 非常的強 比別人強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 他過了這邊的高點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用追的 或者是你要多增加股票 這個就是一個選擇 這個這一檔股票就是 你可以選 對不對 那我也知道 我也在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通知 我的會員多買一檔 我當老師的不能說 我要選擇說 我的會員的持股已經夠了 而且我這一次是準備 幫他們做解套 那我需要再增加 更多的股票給他們嗎 這個就是我的考慮 可是一般的分析師 他不會考慮 他管你的 他就是快漲停他就買 快漲停他就買 快漲停他就買 不過這檔股票 你今天一定很多人表演 這檔股票漲停板 因為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它本來就很活潑 它整理這麼久 它今天的漲停板 也許下禮拜就會過高點 對不對 那這種很容易來解盤 很容易來這邊表演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 譬如說 其他的那個網通股 網通股譬如說 這檔股票比較少聽到 叫光盛 光通信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會講 這一檔股票跟神準 因為都是 我們納入投資組合裡面 它跳出來的 那你說 好老師你只會講 你又沒有做 我就是沒有做 沒有關係 我就是真的跟你講 我要買光盛來表演 或是神準來表演 很簡單 我就這邊掛鈴鐺 神準漲停 光盛漲停 光盛大電漲停 你譬如說 你這次是這樣 我股票不穿換去 我的節目有股票在看 我們的股票都在看 這樣做得好 我應該是解決 你手上的股票的問題 持股不要操作太多 對不對 這個比較重要吧 你今天來找我 參加這個解套專案 我不能夠一直 增加你的負擔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不用拿錢過來 我如果今天要在你 買神準很簡單 因為它又沒有直接 跳空漲停板 當然買得到 這段時間 隨便買都可以買得到 買這個 我是隨便 幾兩檔股票 因為今天股票 漲停板的滿多的 現在每天都有很多股票 漲停板 這個要買它很簡單 非常簡單 來這邊表演漲停板很容易 這大家都會有 你只要你加 你一天就買10幾 20幾就好了 每天都叫會員買 每天都叫會員買 然後只買不賣 只買不賣 只買不賣 然後股票越欠越多 庫存越來越多 最後把交易所全部買下來 1,750幾都買進去 而且你包含了 這檔股票也有 你也有這支 都有 這檔股票也有 你都有 你們都有 不好意思 最近 同時的朋友 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把這支 這支叫做生生 是不是有可能把這支 抖著這支在買 也是有可能 因為如果同時的朋友 是小白 不是有可能 黑白 黑白搶股票 那名字都要抖著 他就抖著抖一支 這支股票是有出問題 你知道嗎 這支股票就是以前 併購中國酒地 那個房市場 這個 大家都知道 這個 我不是打壓他 我是指說 這支跟這支不一樣 這是爐星 這是新星 你不能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新星 你知道嗎 要抖漲停板 很簡單 你這個聽好堆 我說這個 這都有時間 給你買 怎麼沒有 調案漲停板很簡單 我沒有 這老師 今天這個 用這樣 對不對 這也是可以堆 這也很簡單 這支最好堆 這支還可以堆 這支三四點鐘 給你堆 在那掛鈴鐺 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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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師 股票也有這支 他沒有說 他所以沒有說 他也沒有在旁邊 說漲停漲停一百 漲停漲停漲停 一百跌停 都要給他下來 這樣不才會有 這樣我才會 你如果做老實做的 你的股票都給你下出來了 你要下暫停 要堆啊 你跌停了你再下一次 暫停再下一次 這樣我不太尊重了 不然你每天都跟人說暫停 每天都對暫停來這裡表演 每天都暫停 股票落五千點你也暫停 每天都股票都暫停 六月份跌了一兩千點你也暫停 七月份你也暫停 都暫停 都不敗示威啦 跟你講 假設真的是有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來找我參加這個專案 要來解套 要來參加三二一國家隊 這會來挺國安基金 為什麼帶過來的股票這麼的多 套勞這麼的多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參加報名的投資朋友 為什麼這麼多股票都套勞 他們也是參加白的 老師以前也是都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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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全然漲停的啊 還是怎麼參加了怎麼沒看到漲停 都全然跌停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都騙人嘛 你每天都講漲停就騙人的啊 為什麼要 每天都講漲停一定騙人的 我沒有說所有人都騙人 但是我說每天都講漲停漲停一定是騙人的 你要參加嗎 每天都講漲停我要參加嗎 我不是耶 所以 同學們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我們要理性一點 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這第一波 這個第一波的反彈到這裡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尋找第二次的回島 那因為他 因為美國剛好升息之後 他就不跌啊 他不跌 沒那麼多一點就漲停了 他不跌啦 所以我們變成沒有辦法跌下來 沒有辦法跌到月線 如果說跌到月線 會從這邊開始算第二波 第二波攻擊 可是他沒有 他提前啊 他只有跌到這裡 所以我在昨天不是已經跟你講 開高走低沒有關係 第二波的攻擊 他從這邊開始 那這邊開始以後到哪裡 就是要通過這條線 季線 阿羅斯這道季線都很遙遠 是在哪裡遙遠 中宿林已經帶來 來幾個月做了 我們看都看美國股票 美國股票已經通過季線已經兩禮拜了 你有看到沒有 通過季線兩禮拜 他和韓國 最未蓋的他也要摸到 他要摸到 我們又在這裡 沒沒想 人們都要摸到 這個中國你會扒 還是你說中國現在 你不要說這個 共產黨的股票 你不用研究 這段 我們在放盤是他在漲 美國在放盤他在漲 這都不準 你看這個不準 美國在放盤 中國的股票在漲 你了解嗎 美國在漲他在漲 我來給他 你不一樣 你不用含口 我們就看 以大股票就看美國就好了 因為外資 我們所謂的外資QFIT就是美國人 歐洲人 日本人 那有錢的人 不知道來投資 我們台灣的股票 我們如果不可以開放中國來投資股票 你怎麼會外資什麼 所以你會扒 所以我今天跟你講說 321國家隊這回來挺國安基金就是 我預估國安基金什麼時候才會退場 選舉後 因為國安基金很怕幫忙 比你比較怕幫忙 國安基金現在已經進來負盤 是這天宣布 這要撩得更高 撩得更高 以後如果回抗就不再沒問題 譬如說像這個股票 他把它拉遠一點 那跌下來不是就離底部很遠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怕你尤其滴滴 以後再落下去就危險 所以國安基金很怕崩盤 比你還害怕 所以我認為預估 負盤 我預估 這個當然是我自己預估的 我預估國安基金退場應該是在 選舉後 11月底選舉後 你了解嗎 所以我們做股票會收到國安基金的保護 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就不像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資訊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資訊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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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這邊請 台積電是中蘇領 台股總蘇領 總蘇領 總蘇領你聽嗎 總蘇領 這上一次到季線 這是因為 這是這個 這個是月線往下 中線空投 所以到這邊會蠻辛苦的 會這邊停住 但是台積電停住這裡有好處 這樣你會肯定才會去 總司令 我也做個司令 不是總司令 司令 以前做兵的時 對不對 我們的營區也算很大 那有時候 那不是有個大門口嗎 大門口 都有一個班 一個班的編制 一個班 12個就是一個班 過大門口的 衛兵 那因為我們四個營 兩三千人 四個營 四個營 一個呂 四個營 那衛兵司令 有時候就是剛好 剛好沒有衛兵司令 衛兵司令編制來講 其實不用排長 班長就可以了 你知道嗎 衛兵司令 但是那時候沒有衛兵司令 每一個營對不對 就會照輪的 派去顧大門口 做衛兵司令 那名字很好聽 叫衛兵司令 其實就是在看大門口 有八爹沒有這樣 放咖 跟他搶咖 沒什麼事 這衛兵司令實在很涼 當然比帶兵還涼 真的是題外話 衛兵司令 那你聽我的意思嗎 國家隊 國家隊也是正面部隊 你不要參與說 他買不買 那不重要 你覺得 國安今天這半年買多多 上一次才買7億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這一次至少買10億 10億 我肯定 為什麼多了3億 3億是幫你買的 因為你賺了3億 一般來做股票的人 一段時間以後 都是賺3億 蒼白的記憶 痛苦的回憶 選擇性的失憶 股票套勞 都不知道 買300 落到現在沒100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都沒有這支股票 如果沒這支買35塊 現在都沒有這支股票 選擇性的失憶 不敢 不想回想 你的3億 國安基督會幫你買 你放心 你不要一直以為 他會買10億而已 台積電今天起65點 大部分起100點 百通點 所以它很厲害 那我要跟你講 利空的股票 現在利空的股票 現在都 慢慢都沒有 這個是利空 不是說推薦你買 我說這個利空 利空嘛 你看我都沒落了 今天這支 這支最利空 這支不是最大的利空 我告訴你 我說股票 你不可以看以前 你說阿老師 基本面很好 賺30塊 第一季賺3.5元 然後乘以4 那這一季至少 今年還至少 可以賺10幾塊 我說不可能的事情 結果第二季才賺5 5毛 像1塊 1塊就沒有了 上半年只有賺4塊 大幅衰退 我跟你說過 我說股票價格 你不能看這裡 再做股票 你也不能看這裡 做股票 你也不能看這個 我把你競賺過 這以後都會幫忙 等到反彈以後 未來會往下下去 會幫忙 你不能不行 政府循環股都這樣 它又不是台積電 所以包含了長榮 有達 長榮 陽明 這翻斷起來 我帶你去 我們做價差 不要長期投資 不要這個 我不是打壓它 我是說 你也不要長期投資這種股票 因為你今天這種股票都這樣 你不能說以前賺了6塊多 問題是 它現在已經開始在賠錢了 那時候賠錢的公司也會漲 對啊 它都賠錢漲 我怎麼知道 那主力股我就不需要分析了 你要算自己去算 我就不需要分析主力股 我們做股票最好是賠錢的股票 比較安全 最沒得到也有人幫我們賠錢 你聽我不是批評 所以我要跟你講 譬如說做股票是這樣做 譬如說我們做這個 它反彈破 為什麼我們這邊148塊買 除期錢買 那當然除期後變 把它除期還原 就變148塊買 為什麼這天我叫你賣掉 為什麼這天我叫你賣掉 賣186塊半要減碼賣掉 這就是不可能一波就過去了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從這邊賺了兩三成之後 你先賣 那回頭以後不是就可以再買回來 先賣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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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10張買12張 賣12張 賣15張 賣15張買20張 賣20張買30張 這樣你會不會 越貴越燥 越貴越多 這個價差操作 不然我為什麼建議你說你不用拿錢過來 你要參加國家隊不用再拿錢過來 我不希望你再增加你的負擔 我不希望你再拿錢過來買 譬如說這個一樣 你要先賣再買 譬如說這支股票 過去不講 譬如說那天我不是說開盤以後趕快賣掉嗎 那你賣掉以後它跌停板下來以後 加下來不是 因為它有大的利空出現的問題 不是說利空一定會跌 只是說那時候賣壓很大 你一開盤就趕快要賣掉 包含這個 你要趕快賣掉 對不對 賣掉再回頭買 這就假查 像這個股票跌下去 很多人說昨天很多跌停板 為什麼賣壓很大對不對 誰不知道 我只是告訴你 昨天 對不對 這個以後再說了 譬如說跌下來到這個月線 這邊就是 你就要注意了 你說昨天有多少張掛跌停板要賣 昨天那個價格是162 那當然昨天的事情 昨天當然要賣 那個是掛了假的單 我已經跟你講過 就好像盤錢抽合一樣 我這邊都有講 你要懂 不懂要讀書 不知道來找我 沒辦法來找我 你像這個 新星 景壽 南電 這最好 利空打下來剛好 剛好把它接起來 不是很好嗎 這樣了解嗎 做差跡 會不會解套 你不可能解套 你怎麼解套 你解套 你馬在這裡怎麼解套 你是要解套什麼 老師要解套 我們要報到解套 你是要解套 你要解套 你怎麼解套 天涯海角 你不會解套 說得難聽 是要解套 我們要做差跡才會解套 那為什麼我要推這個321國家隊 因為這個是三個月的會期 對不對 剛好配合國安基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來令你轉勝 那你不用再拿錢過來 把你的股票帶過來 我幫你處理就好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要報名這個321國家隊 我們就到 因為這個專案 我們就到今天 你可以延後到月底 那有任何問題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週見 謝謝 下週見